我們獎益 拿出來吧 我們趕快推進去 因為其實我們這學期 是比較廣的 而且今天已經4號了對不對 我們大概在上一個禮拜 就要斷跑了 不是嗎 我們3月28、29 所以大概3月半 真的啊,我騙得住啊,騙你有好處嗎? 沒有啊 有什麼好處? 會很開心這樣 這樣的話 我就說 因為我不想這樣,你們對我沒有好處 有什麼好處? 爽快 你暑假不會有無聊 那個沒有,那個賺不了什麼錢 我跟你講 既然我們這些 既然站在這地方了 代表我們此生呢,就不實在賺錢 當然我是賺不了什麼錢 因為都一樣 在學校工作都中不了錢 都是良心事業來的 良心事業 對啊 開始錄了嗎? 已經開始錄了 下次先不要按 沒關係 我們趕快 我們 我們 我們記錯的話 我們是不是1-2 那個內容的部分我們已經講完了 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要來做一下題目的練習 所以今天預計會把1-2的題目練習完 然後會介紹一點點2-1的東西 這樣子好不好 好 考到哪裏? 考到第3張 這裏考到第3張 對 我們有9個章解答 這比試動吧大概是3張這樣子 好不好 大家不用擔心齁 其實呢 東西是簡單的 你們要有信心齁 好,來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心理方法講1-7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會怎麼考 其實這很簡單 你看請選方1-1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要選什麼答案好不好 來,要選哪些答案啊 A-B A-B還有什麼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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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國中理的話還簡單 國中理的話 以前是常常要算一大堆的沒的 對不對 可是這一本講的其實算的難道不多 大部分都是以觀念為止 所以你要有信心 好不好 好 好 好,接著我們翻到第8頁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要計算的東西 我們來看金學班尼克 來,例題二呢 開始呢 就是一些我們單位上面的一個部份 好啊 這地方要小心一點 來,我們看第一小頁 這其實很簡單 那老師還是稍微帶大家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黑板這一頂 之前我們已經介紹過了 音次的字首 以及呢 我們SI字的七根基本單位的一個代號 他們的單位的符號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首先你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先看這個G 請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 你會不會說它是哪一個音次 我們有一個有沒有任何的音次是用不去的 有沒有 一定沒有 ok 而且我跟你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的音次 我們這個N啊 它不會單獨出現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出現一個東西叫做1N的 這已經是代表什麼 如果你發現一個東西它不出現 一個N的話 那你這張應該是什麼 木耳的那份奶 有沒有 一木耳的量 有沒有 ok 因為 如果你直接寫的話 這一次真實的不久次 那如果你單獨出現的話 它其實呢 就比較沒有固定上的意義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這樣單獨出現一個G的話 你知道它是功課 ok 那後面這個KG是什麼 公斤 但是我必須要修正你們的觀念 你會說老師 這不是廢話嗎 KG是公斤啊 我幼稚人就知道了 但是你們要開始轉換你們腦袋裡面的思考模式 你應該是要告訴自己 欸 因為K是指十的三次方 所以KG叫做一千公克 一千公克 它是一公斤 你必須要在腦袋裡面做這樣子的轉換 你才能夠跟這個章節所學的內容結合在一起 否則 你只停留在你小學的一個 一個記憶階段而已 就沒有進步 了解我的意思嗎 ok 好 所以你這樣子你就知道了 KG是公斤 那請問你一公克會是幾公斤 你要怎麼做處理 你自己看 因為我知道K是十的三次方 你看到這個K你要知道它是一個英尺 它是一個數字的一個倍數關係 但是 注意看喔 我這邊都是G 這邊都是G對不對 那這邊的是 這邊是E的話 我是不是希望在填一個數字之後呢 這個數字跟K合併在一起之後也變成E 我的等號才會成立 懂我意思嗎 ok 那我知道K是十的三次方 那我前面要再補一個數字 讓它相乘等於1 你覺得要補什麼數字 是不是就要補一個 十的三次方分之一 你看十的三次方分之一 成立於十的三次方 是不是等於1 所以後面是一公克 前面也是一公克 它自然就會想等了 了解不了解 所以如果你有仔細聽的人 就有聽得出來 老師要教給你們的是 怎麼樣的思考模式 當然我也可以直接跟你說 這小人生都會有 一公克點一千分之一公斤啊 你不會你是不是有問題啊 但是這樣教 你就沒有學到這個精髓 懂我意思嗎 ok 所以 你在聽了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不好 你要開始做一個這樣的轉化 因為你接下來要轉化的單位 有很多 而且有很多是你以前沒有學過的 所以如果你腦袋中沒有這樣的思考模式的話 你轉換起來會變得很痛 ok 你會變得就是 就覺得很奇怪 不習慣 好不好 好那繼續我們記得再往下 好 第二小子要什麼呢 來 NM是什麼啊 來 什麼名 那一名就會跟我說過 看到這個N 想到什麼啊 想到什麼啊 哦 先慢一點 先想到什麼 先想到Nine好不好 哦 慢一點對不對 所以才知道 哦 所以它這個是什麼 十的負久 對不對 你要把它連結在一起 才能夠記得長久 ok 你不要覺得這種 那是好蠢 好搭 好搭 不要用 我告訴你 越來越大的方法 真的不變 你這樣一記 我告訴你 然後你進關起來跟一刻 都不會忘記 你看 你這樣教你會忘記 我告訴你才奇怪 好不好 但是你用悲的 告訴你 你會不會忘記的 你十倍都不會忘記 好不好 ok 所以我知道一個N 一個Nine 這只一次囉 是十二負久 ok 所以我知道 看到一個 這個Nine 就是十二負久 好 又要再轉換囉 那這樣子的一個一個 十二負久之二公尺 要轉換成多少km呢 來 km 是指什麼公里 但是我知道 這個k叫做十三四方 對不對 那又來了 你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怎麼想呢 必須要這樣想 欸我這邊 N的前面叫十二負久 我這個N的前面 已經有一個十三方了 我要再補一個東西 讓它也變成十二負久 所以你要補多少 是不是變成要補上一個 十二負十二四方 對不對 所以十二負十二四方 所以十二三四方 才會變成十二負久 聽不聽得懂這意思 你用這樣的思考模式 來做轉換的話呢 會單純很多 會單純很多 好不好 可以嗎 ok 所以這個呢 就是你要的一個過程 好不好 你不要看這樣 我再沒什麼算式喔 可是我剛剛講的這些內容 你要把它吸收進去 很多算式都是在 言語之中 就已經教了 好吧 ok 好這部分是這個樣子 好嗎 好 好 好 再來 在背題呢 我帶大家一起看 因為一開始呢 我多帶你們看幾題 因為 這個轉換 有的同學 會比較不習慣 因為以前 比較少做這樣子的 一個難為轉換 好 來 這就是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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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一樣來看這個類型 齁 然後又來了 你看這個你只要音次夠熟悉的話 來 請問你這個大M喔 其實這個是赫茲 赫茲 所以看到一個大M 我都要知道它代表是幾次方嗎 十二次方 你看不熟喔 你看回去沒有複習喔 沒有 十二幾次 六次方喔 好不好 齁 十二六次方喔 這個要記一下喔 好不好 好 好 那十二六次方 來 一樣 又來啦 我這個東西 又要換成 GHZ 那怎麼辦 來 這個時候你比較知道一個事情 欸 這個G 是指什麼 十二九次方 十二九次方 對不對 來 那你自己看 我這邊是十二六 我這邊要補上什麼 再乘以十二九次方 少一點是十二六 是不是要變成十的覆塞 是不是要變成十的覆塞 這樣會不會走 這樣會不會走 可以嗎 好 可是問題是 這是現在這一集呢 他很好心 他有一個中間的過度給你 但是如果我把中間遮住 要你直接換 你會不會換 我把中間遮住囉 直接 這個 換這個 你有沒有辦法 等於是說你腦袋中 自己要把這個抓回來 你懂我意思嗎 OK 你這樣子轉換 會比較好轉換 當然如果知道是我的數字概念 這是十的 這是十的六 這是十的九 我一看就知道這是十的覆塞 那你OK 但是如果一下子 沒有辦法轉得那麼快的同學 遮住了這個 你要自己先做轉換 你懂我意思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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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應該可以了好不好 好 那一樣的下面這一題呢 你看 這一題就是直接來 這一題就是直接來 來 一樣的我來看一下 這個小M 小顯 後面這都是公尺 這個沒有問題 後面的是公尺 然後前面的 前面的叫影翅 小M是甚麼 極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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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學完 記好 追一頭戲記好 好不好 你回家 我其實也不希望 就是說 你會花太多時間在會上 因為 你們還有很多更重要的科目 國音術 都很重要 對不對 那自然 物理這顆平良心獎 在高音音來講 算你比較小一點的科目 你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但是你 如果不想花那麼多時間的話 你就課長上好好聽 在課長上面就洗手 課堂上面該寄的東西就趕快寄下來 OK 來 所以這叫做10的負三 那這個μ是多少 10的負六對不對 好那來啦 欸 怎麼換 公尺前面10的負三 公尺前面10的負六要補多少 才會勾跟哪一樣 是不是就要寫10的 30 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不會 這樣就可以嗎 這個已經是老師試過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而且最好接受 因為不用除來除去 懂我意思嗎 那有些做法是用相處的 來 比如說怎麼做 有些做法會這樣做 我做一次給你看 有些做法會這樣做 喔你就先這樣做嘛 因為一個mf 你把它相處嘛 然後看他得多少 OK那你看怎麼除 這個m 是10的負三 然後這個是10的負六 所以你這樣相處過來的話 會變多少 10的負三 除以10的負六 結果變多少 好 幾四方 你看 遇到十五法 你們就GG了 就很容易看錯算錯了 我告訴你 10的負三 除以10的負六 就 指數方面的處理的話 這個相處代表 指數要相 負三 減負六 代表負三加六 所以最後變成10的三四方 對不對 然後後面這公尺都約掉 代表說這兩個的倍數關係呢 上面是下面在兩個幾倍 10的三四方倍 對不對 這樣做可不可以得到大人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可是你這樣做可不可以容易出錯 有可能會比較容易出錯 為什麼 因為學生在處罰上面呢 是比較弱贏 OK 所以兩個方法都交給你 看你自己習慣用的哪個招 得分才是一切 OK 得分才是一切 就像打籃球一樣 玩你運球多麼華麗 但是你球放不進去 一切都是沒有用 OK 好 所以這個是這兩個 一個單位的轉換 帶你們做一下 OK 好 那接著 我們看到下面的 精選803 來看一下什麼 跟實際的題目呢 做一個 結合 來注意 他說 以吃 4度C的水 密度為 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那他相當於是 地方 每立方公尺有多少公斤呢 也就是說 然後水的密度 他說 1 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這個怎麼唸 白頭 看一下這個怎麼唸 我講過吧 有效 下午上唸價格 對不對 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你這樣唸 我問你 你這樣唸 是不是已經把密度的精神唸出來 為什麼 我每立方公分有一刻 跟每一地方公分裡面有一百刻 求你哪個密度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同樣的空間裡面 我塞了比較多的東西 我一定比較密集 我密度一定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所謂的 你好好的這樣唸 很多觀念研究一定卸下來 了解嗎 OK 只是他現在說 我想要做單位的轉換 我想要知道這個東西 會等於 多少 每立方公尺會變成多少公斤 要做這樣一個單位的轉換 那怎麼換 怎麼換 還怎麼換 硬換嗎 其實是很簡單的 上下都有 我是 物理沒有猜的 物理都是有益有益 不能用猜的 OK 來 那個有點累了 要不要去洗個臉 打起精神來 他怎麼了 你還好嗎 有沒有生病 沒有 要不要去洗臉 好 打起精神 哪邊這另外要聽一下 好不好 來 來這邊看一下 其實你會 我們就把剛剛的操作 拿過來就 你說 這個我分次 你管他 你分子處理分子 分母處理分母 然後再把它 都拼在一起就好了 可以使大家去看 我不是說嗎 這個K是多少 K是10的3嗎 所以 公課會等於多少KG 一樣嗎 K是1嗎 我這邊是要補一個10的3 對不對 上面是不是處理完了 再看下面 下面你看 來 慢點 慢點 我們先 先不要回個3次 CM 這個C是什麼意思 C是10的4 對不對 那10的4的3次方 總共是10的4 你確實在3次方 You sure 負二 10的4的3次方是多少 10的4 慢點 10的4的3次方是多少 56 對 你小心點好不好 小心喔 所以我這邊是不是 10的 5吧 然後後面10跟著你 沒有 沒有 你們誤導了,你看看 沒有沒有,我的錯了,老師的錯 學生怎麼會有錯的,對不對 來來來 所以你看,前面是10的-6的M三方 然後這邊是10的一個,這邊只有一個M三方 所以我要怎麼補三一過千後一支 我這邊要補一個什麼 10的-6,這樣前往哪一支,對不對 所以你看上下的個別處理我都會啊 然後這一個嘛,這兩個人在合併處理一下 那不就解決了嗎 10的-3屬於10的-6,選擇是多少 是不是10的正三 對不對,所以我就知道這一個人是10的正三 那我們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換完了嗎 ok 但是其實這個觀念,其實國術部隊在學過的 好不好 好,按讚這個地方呢 你要更加深的做一個練習 ok 好不好 所以這是這個題目,是這個樣子 ok 好,來 應該 那一題三也帶你們抽一下好了 因為這地方 如果多算你練習的話,你們會很不習慣 因為就 中小兩盤的經驗 他們那個時候 這裡 學的不是很好 好 那其實講 講來捏一點 我們剛剛 我們這裡面也可以擺 有沒有任何物理在 有啊 睡 其實還好 不到那種其實在射的數學 對不對 我們整個過程都只是在 然後那個幾次方 那幾次方 那幾次方 倍數換的話 就是比較射的數學 我們還沒看到物理 好不好 好 物理還在後面 好 那只是呢 一些 先輩的工具的選手 來而已 來 對第三也很重要 這個要小心 一定會 好 他說什麼呢 球術 哎呀 講到這個球術就不免提到 這個週末 中華隊 連勝兩場 你知道這個是 非常振奮的事情 因為 因為 前兩屆 你不要說那個 前兩屆 的 經典戰 中華隊總共只贏了一場 前兩屆總共只贏了一場 然後這一屆呢 已經開始 就已經贏了兩場 所以今年真的是沒有 沒有看到 齁 對啊 很多 很多 比外的選手都回來幫忙 好 因為我們沒說幫忙 應該是被踢過來了 踢過來了 哈哈 你沒辦法 因為運動選手的生意來 反而就很短 因為 巔峰一過 都回不去了 好 所以 雖然 雖然說他們 現在在 大聯盟可能 已經不是一級的巔峰狀態 不過 還是蠻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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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 好 看你們如果喜歡看棒球的話 我明天才有一場 非常恐怖的 打爆海國啊 集氣一下 明天有沒有 我告訴你 我從來不用閃心的場合 對 從來不用 對 對 好像不太好 我個人 你們要不要用 你們要不要用 我不管 我個人 都堅決 不夠 三星的層 哥家 但是我回去再去那個 長的公公公營 我明天我有去 YouTube看到你影片 有這種 我一定要把你的影片分享 他出我 不用三星的 不用啦 不用啦 老師會有一線多的意思是 我這個只是教學而已 我沒有用那個啦 你現在這樣子啦 這是不好意思啦 我也還是要低調一點 來 剛剛呢 廢話太多了 來 球數 假設呢 我們借你頭的一個慢速的一個變化球 球數 V 叫做90km H 因為變化球有時候會比較大幅度的變化球會比較慢 因為有時候配速一下快一下慢慢大 這樣搭證啊 抓不住 去用那個時間才讓它归棒 如果就是這樣 下一個再配合 如果現在這個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台灣 的一個側球數喜歡用的單位 但是如果是在大變猛的話 我們是用這個做單位嗎 我們是用幾馬鈴對不對 是用英里 OK 但是呢 不管是台灣或是大連猛 可是在物理上面的話 這是我們喜歡用的速度單位嗎 不是 不是喔 我們習慣用的單位是什麼 對 每秒幾公尺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做一個轉換 對不對 又來了 看到分式 分式又怎麼樣 就拉一個分式 然後各別處理一下 來請看 後面呢 後面只剩下一個m 啊 前面呢 前面除了這個m 前面有一個什麼 k是什麼 k是不是十的三四方 對不對 所以它等於什麼呢 我這邊要補上什麼才會 前後一次 除了十的 三四方之外 應該還要再加一個什麼 九十要不要加 九十要不要一次嘛 所以是不是要加九十 這樣子 上部分 上半部是不是都一樣 那下半部呢 來 HR 這個就沒有什麼音色問題 這個一個HR 來 小心喔 有幾秒 一個HR 這是多少 就是 3600秒 所以呢 我這邊的秒 前面有一個3600 這邊的秒 也要再補一個多少 是不是 360 好 那這樣補完之後 是不是再把數字處理一下 來 我們一起來處理一下好不好 九十跟三千六約 是不是變四十 對不對 那現在四十約一約 這邊上面是多少 十的三四方式 就是一千 一千跟四十約 變多少 十五 是不是變二十五 這樣轉換是不是就轉換了 好不好 這個技巧你學一下 我知道很多國中生呢 國中生呢 國中生有學過類似的概念 那有些人呢 總是會換得很不順手 就是 你有時候會換對 有時候會換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沒有掙握到一個轉換的 一個最根本的一個方法 所以 如果你自己有學好 那當然OK 但是如果你自己如果沒有學好的話 你拜託 你就統一用這一套 我不敢說這一套是最快 但是這一套也是最 因為 命中率最高 我最不會說 因為要快 像我們用開套 我可能不用選擇 你看看 你打得到多少 要快 看你很快 可是我們要的是得分 你快沒有用 你沒有得分 有什麼用 你打籃球 快空衝了再快 球放不進去 動作一百 得分禮 還是輸 沒有用 好不好 好 好 所以我常看你們打球 你今天早上是要打球 沒有 是嗎 你們有贏嗎 贏啊 贏啊 還不錯啊 打球 常看你們打球 都有點辛苦 你們都一直衝一直衝 這樣子的方法 但是有時候 要想辦法把球放進去 才是理解 OK 好來 那這個地方呢 原則上前面的一個 立體的雷梯呢 我都已經叫完了 好不好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要什麼地方可以來做一個練習 來我們這個地方呢 第九頁 基礎練習的第四題 我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多做一些練習 好不好 現在在第九頁 第四題 要做什麼呢 1.2 這個 會等於多少 這個 M3 它會等於 因為有點緊 就把它插掉 好吧 這個沒關係 這樣比較不會感到世界 它等於多少的 分M三方 來這地方呢 是把次方又拉緊拿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要怎麼做狀況 好來 首先要先告訴你們 這個M三次方 我請問你 它是針對後面這個M三次方 還是前面這個M三次方 應該是整個都要 所以它雖然沒有寫 可是就這單位而言 它應該是跨補起來三次方 大家都要三次方 這樣解不了解 如果你不太熟悉的人 或者是說你這個觀念 不是很清楚的人 這地方已經親一下 OK 好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怎麼做處理 來我們先一步一步弄了 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偷偷寫了 為了怕你們呢 看錯 我們故意這樣寫 這邊寫個三 對不對 我們這邊偷偷寫個三 代表我們前後都要三次方 OK 好那你看一下 這邊已經有一個M三次方 代表是地方公尺的意思 那這邊不是也有一個地方公尺嗎 那前面的這個M是十的幾次方 -3 小M是幾的 十的不幾 -3 對了 -3 -3 沒事沒事 來 十的-3 一個M是十的-3 那我十的-3 再三次方喔 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多少 十的-9 十的-9 所以我後面要補上多少啊 知道補上一個十的-9 才會一致 可是我前面有一個1.6 要不要再補一個1.2比他 要 就是再補一個1.2 把它整在一起 我這樣才轉換正確 可以嗎 可以嗎 接受一下 我知道有一些同學可能還沒有跟上 不過慢慢來 慢慢來 你聽一遍聽不懂沒關係 回去一遍看一百遍 不可能不懂的 好不好 好再來 那如果我繼續往後面做轉換呢 來請看 後面這地方一樣喔 我們故意這樣寫好不好 這個M3 M1也要閃喔 因為我們ερ 有時候同學都會忘記 我們故意把它寫一下 好不好 欸 你這怎麼呢 那個女生 超強的 我會不會 欸 旁邊的 叫起來 姑娘 姑娘 上課了 姑娘 現在練習洗個臉 好不好 一般小雲到一趟 老實最近會繞整 不舒服 沒有人今天 我覺得是我手的 因為 為什麼手機會繞整 不是 因為老師給他做捷運 我做捷運總共只聽到過兩個小時 在捷運上面 就會 會不會這樣子 他頭會一直滴滴的 然後換到他就換 然後就有點卡住 大概已經過三天了 還沒有完全好 我覺得不是那老 那是以前的話 我應該一天就 很老的就是 但是 真的 好 來啊 沒關係 我們來做一個正題目 小心了 可以啊 我是前後 比較會 來這個N 來這個N 是什麼意思啊 一個N 再做10了不久 我現在這個N要幾次吧 10 所以是不是10的 負27次 已經硬生生的擺在這邊了 對不對 好囉 來請注意 請注意 那我們不是說 這個部分要跟這個部分整個要一樣嗎 因為大家後面都是一個地方公式 那我們先把10的幾次方先把它整理好 好不好 你這個是10的負27 我要再乘你10的幾次方 才能夠變10的負9 你這個是負27喔 我這邊在補多少 是補一個10的18次方給他 對不對 可是我這邊有一點 我等到後面 要不要也會遠一點嗎 當然要 謝謝 那就請注意 好不好 所以這個有四方的 這個要特別提醒 因為很多同學會忘記 這個部分一次會忘記 要跟這三次方 好不好 那就會不錯了 了解嗎 這樣會不會做處理 這樣可以嗎 OK 那看來是習慣用這樣子來變回的 或者是你直接喜歡用相處的 看你自己 都可以 好 那老師是建議你自己 比方總共有練習 比方總共有練習 好 會比較好 好嗎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你每次都兩分鐘 每次都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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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十五分鐘 好 十三 不要那麼計較 來看一下 我們再找個題目 來 來比如說你看 我帶你們看一下 來今天第九頁 這下面本章中有四題 裡面的第四題 你看這個題目 你說這是不是送分的 只要你有念書 只要你稍微有記過 這種題目 你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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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會了每一題都會考 每一題都會考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這回答還滿意嗎 不滿意 好啦 不滿意 你會考的 你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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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喔 代表中 你是不是期望 那個音次是十的 負越越大越 對不對 所以要去哪一個 來 解決你 P是十的不急 不要偷看喔 我如果記下來 P是十的 不是N啊 順便寫上去 μ呢 小m呢 對 你看 就趁上課 就一次記下來 我跟你講 最笨的讀物方法就是 喔 上課就是隨便聽 然後我回家 好認真喔 看著那個表 一直背 這是最下下 最下下成的 我告訴你 最高招的那些方法 你在上課 那這個 不是每個都做得到 但是如果你做得到的話 你的 這個念書 會突飛夢境 好不好 那當然有些同學 當然會說 老師我反應不要那麼快 我可能甚至你聽一遍都還沒有 那沒有關係 那你回去哪一遍 我資源都準備好 不可能會不要這樣 因為還是有很多人 還是很多人就是 線上的那個資源 還是沒有去 沒有去 沒有沒有加入 老師你一定要拍新的 我就是 他沒有啊 他沒有啊 好久了 我會說你按照 我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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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久了 好好 來一包 因為我這老師比較忙 因為這個也是要時間 好 那時候我會盡量 盡量每個禮拜放 這樣子 六花 因為這不要練 為什麼你可以把那個 你知道這錄完 這樣捷克的檔案有多大嗎 那個 3G 一個檔案就3G 好 為什麼因為要用光畫質啊 光畫質的話 這個檔案就比較大 然後高輕的 對啊 光畫質啊 高輕 然後如果他放大可以看到 什麼 哈哈 可能沒有那麼厲害啦 這720P的還沒有到1080 所以用1080的話 一個檔案就變6G也不太大了 機卡會受不了 所以 所以 我試過 你在YouTube上面放大 放大最大 如果在720P 就很接觸 好 就夠了 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呢 來 1-2 我們來舉個例子 好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到 第10頁 進階題 的 第2題 好 這個什麼照片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你實際的題目結合起來 會長不一樣 來這隻P10 你耳 來喝什麼呢 他說 你在打分P1 聲音P2 他說 欸 照片殺到所有相機嗎 對不對 假設有一張照片呢 拍攝一張照片呢 拍攝一張照片呢 他所佔的容量是 800KB 來這個時候 我們首先看一下 KB什麼意思 你在跟我說 OB' 來這個P就是什麼 Bite嘛 電腦的啊 請問位置 有沒有 這個P是Bite D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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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呢 的容量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總共有多少 我總共有4GB 我總共有4GB 來可以拿來塞照片 那我總共可以塞幾張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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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那這個要怎麼算 你的想法是什麼 PV PV 很簡單嘛 你有可能只放一張嗎 我會放應該放很多張 那假設有幾張呢 我們假設有N張 你覺得怎麼樣 也不會 人家覺得 假設有N張 可以不可以 那N張每一張是800KB 那我假設就是說 我N張之後呢 會剛好塞滿4GB 比這等式 是否要怎麼可以啊 數學可以這樣 可以 可以 所以這個是說第一個 其實 物理是很簡單的 難都是難在哪裡 對 數學 所以 有時候你們物理沒有考好的話 真的 老師也 小學很可惜 不要快數學 沒有不要快數學 這跟老師無關 因為這個事情 從小學一直累積上 我都小學都沒有 所以要不要想學老師 唉 就 那跟老師 那個畢業是我初學大學 老師 你的電風期已經過了 是不是 學應該小學 好啦 沒關係啦 我們慢慢慢慢 慢慢講 就盡量學 所以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是你必須要學 就完 完幾式子 了解嗎 OK 每一張800KB 我總共拍了N張 那我這麼多的這個總容量呢 是希望能夠塞滿這張機器 所以腾炮要成立 OK 好 那我現在目標是要求什麼 求N對不對 所以我是要追個一下 我把N呢 單獨的放在腾炮的左邊 然後這個呢 800KB 丟過來 對面是什麼 4GB 然後數以多少 800KB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此時呢 就來把音次給拉進來 來我知道這個G 是幾次方 是不是十的九次方 這個K呢 因為我用八達一筆下去說 是不是十的三次方 所以我這個次方 各位先注意一下 來 小心喔 這地方要合併喔 十的三 這邊幾個0 所以總共十的幾 十的五 十的一二三四五 所以這邊要扣掉五 九扣到後面都要四 四 可以嗎 下面剩八 上面有一個四 四跟八 會多少 變二 所以這樣寫起來 會變多少 上面剩下二 下面剩二 上面剩一 然後再乘以上面 還有一個十的十次方 二分之一 配十的十次方 就是多少 五千 五千 像 像 像 這樣就可以算快 可以嗎 所以你看這樣會難嗎 我告訴你真的 物理知道什麼意思 是不是知道 物理只有這 以下叫做算數學 以下 叫做算數學 那數學 喔 BYT 這是YD嗎 BYT 喔 BYT啦 對對對 BYT BYT 謝謝你的提起 好 所以 所以 其實這個 基本上老師在這個章節 已經放慢了 速度了 因為之前在東方跟校方說 這個地方 我沒有 沒有教那麼多的題目 因為我 我本來是覺得說 這應該是很基本的 功力 但是我錯了 這個地方 我就放慢一點 希望大家能夠 趕快吸收 趕快吸收 好不好 好 那到時候有些題目 會類似這樣 有一些敘述 然後去找掌握他們的一個 一個 之間的關係 把這個式子給列出來 然後再把你要的東西 數字部分處理一下 就沒有問題 這樣子好不好 可以嗎 所以我們第一章 到此 結束 所以我們預告一下 我告訴你大家 大家先撐著好 我們 第八節 怎麼知道 我們知道 第八節 禮拜四是不是 我告訴你 禮拜四第八節 考你一張大張 可以嗎 就給我看 就一起 好 就一起 好 考你哪一張 看心情 好不好 都不會很難 考慮 考慮你們對我非常好處 或是希望你們能夠 把基本能力學 可以嗎 好 那 因為第一張的東西不多 所以不要做到下個禮拜 你就這禮拜把它解決掉 OK 不然時間不夠了 你看我們還要第二張 第三張 剩下個禮拜 所以時間真的很難夠 好不好 OK 就這樣子 OK 好 大概幾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 好 還沒有關係 我們來提一下 第二張東西 好不好 先開頭 恭喜你 但 一張就學完了 哪裡彈 你會覺得很難嗎 很難喔 不會 不會 真的不會 我告訴你們 之前中班跟校班 通知這個都 可能都不會 但是 好像講 我想 大部分的同學 應該都可以接受 應該還可以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趕快看第二張 第二張是講我的物質的組成 其實也很簡單 沒有 我跟你說 有些章節 對你們比較難 我就會說難 我不會說什麼都很簡單 我不會這樣子 好不好 我想跟你說 第三張 就是這次口試的一個 比較重點 比較難的地方 齁 你們要小心 那第一跟第二張其實不太難了 好不好 所以你看 第二張物質的組成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二次一在講什麼 原子 組成物質 然後再看二次二 二次二 二次二在講什麼 原子跟原子合 對不對 然後咧 有二次三嗎 沒有 就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你自己看這東西 你國中禮話有沒有學過 有啊 不要說沒有啊 天啊 你這樣個型的禮話老師嗎 齁 國中一都有 齁 齁 所以你坐在這邊 代表你聽對不對 齁 也是啦 齁 所以你看這東西其實不難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二次一的概念 來 二次一代表什麼呢 原子組成的物質 齁 那這個呢就已經就牽扯到我們整個科學對於我們物質的認識 那你還記得嗎 對我們原子最早提出來一些學說的是誰 提出原子說的是誰 道文婚 道文婚 道文婚嘛 對不對 你還記得那些什麼東西嗎 原子 廢話 我就跟你說他聽說原子說 到底是 內容是什麼嗎 原子是最小的東西 那個那個 還有咧 就是工作的時候又只有原子 還有咧 怎麼就這樣 還有吧 你看 來 這地方我們從道文婚的原子論來看 當然是最重 最重要的是兩點 來注意看 來我們看一下 一把道文婚的地方打個星號 會考 會考 來第一考什麼 他說元素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 所組成 那其實 講的更貼切 把他當初提的內容 完整的 變得拿過來 當初應該是說 物質 是由原子所組成 他當初應該是這樣講 瞭解我意思嗎 他等於說 所有東西都說由原子所組成 他第二個說什麼呢 而且他說什麼 原子 已經是最小的一個基本單位 可不可以再分割 不行 這是他說的 可是如果放到現在來看的話 這句話是可以來做的 錯 錯的啊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原子裡面還有什麼 至少還有 就知道質子 中子還有電子 所以說他不可以分割 當然是可以的啊 好不好 什麼叫不可以分割 不可以分割 意思就是說呢 你已經沒有辦法 在他裡面再找到任何的成分 這叫做不能分割 了解嗎 好 那第二點為什麼呢 他說同一個元素的 原子呢 它的質量跟性質都相同 不同元素的原子 質量跟性質都不同 你看現在來看 它是不是廢話 是 當你機 AU的性質 會跟養 O的性質會一樣嗎 不一樣啊 不同元素性就不一樣啊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這個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 它在那麼早之前 就會提出這樣的界 就是 就是 不能說他全錯啦 因為有些例外 有些例外 好不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註解 他說呢 原子並非完全正確 那有些地方說 修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寫到國中的內容 我是帶大家讀行一下 來看看 第一點 原子並不是最小的例子 因為我們知道 下面還有誰 還有直子、電子、中子 這是基本的 那 比直子、中子、電子 還要更小的 還有怎麼樣 跨課 請念跨課 你們應該學過 課叫做 跨復追日 你會把它唸做 跨復追日嗎 應該不會吧 可是 老師應該會執政你們吧 應該唸跨復 沒記錯的話 對啊 誇張 誇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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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 還有呢 更小的誇克存在 那再來第二個打型號 元素有同位數的存在 請你把同位數圈起來 幫我寫 銅上面寫一個 相 相同地位 的元素 相同地位的元素 叫做同位數 那什麼叫相同地位 它的相同地位是指在哪裡 在周期表上面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周期表的這個排序 是依據什麼來排序 代表說原子序 廢話 直指數 對不對 所以大家的地位要相同 代表說我的 大家的這個指數 就要怎麼樣 就要相同 也就是說 如果有兩個元素的 直指數相同 但是它的質量數卻不一樣的話 我就說它是相同地位元素 同位數 是這樣子 好不好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大概就先講到這個原子論 好不好 我們明天是不是還有課 明天有沒有課 反正就下一堂課我們繼續講第二章 然後注意 下一堂課最後大概十分鐘到十五分鐘左右 不是不是 我會看一方給你問問題 也就是說 你回去趕快把第一章的題目呢 寫一寫 有問題 我們週的檢討 我們禮拜四 才能夠寫第一章的圈子 這樣子好不好 可以嗎 OK 好 大哥到這邊 有問題的可以來問小客 好 好 給你電話看看 耶 看得到老師嗎 哈囉 不要再搶鏡頭 不要搶鏡頭 不要搶鏡頭